大家好 我们这个讲座讲平行方大节已经讲了十几次了 实际上这个讲座并不是我一个人在瞎讲 而是按着一本书我在三年前出了一本书叫 日军档案中出现的平行官大节 这是一本研究书 按着这个书按着这本书的内容 主要讲的是平行官大节的主题部分 主要描写了两次 一个是小寨村 一个是老一庙的八路军和日军自重队的战斗 这是主题部分 之后还有很多关联研究 今后讲这些关联研究 因为现在进入了一个小的阶段 我们先总结一下平行官大节 这本书是三年以前出的书 现在是映出的书的目录 这个特征是什么 这本书是现在这个内容并不是都是新的了 因为已经过了三年了 至少我的内容补充了约四分之一 我讲的一般是按新的内容讲 这本书的内容是比较旧的内容 这本书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研究书它其中没有情节 不传递感情 不讲战斗清洁 只是介绍史料 这书里有丰富的史料和各种史料的缩影 就是你不仅能读到史料 而可以都知道这些史料都搁在什么地方 可以自己去查阅 比如你对我的观点不同意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查阅这些史料 这就是研究历史的方法 我们传递的是事实真相 并不是感情 并不是情节 如果学战史 只去读怎么打仗 怎么去取得大捷 那只能导致人的理智丧失 就是思考能力丧失 而传递史料进行战略的分析的话 我们这个学习战史就可以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本研究书 传递的就是一个事实真相 并不是去讲英雄事迹 怎么怎么样去打仗 怎么怎么样取得大捷 搞战史研究 搞事实研究的话 搞事实研究的话 不需要这些和历史没有关系的东西 最近在大陆有一部电影 据说走红票房收入很高 有很多人去电影院学习历史 看着热烈盈眶 实际上这些去电影院看神剧 你们可以受到一种教育 但是要去娱乐型 要到这种地方去学历史的话 那受到的只能说是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脑残教育 什么是英雄 什么又是爱国 朝鲜是你的祖国 对吧 谁发起的战争 是谁又先越过了边境线 不考虑这些问题 只去看一些其中的情节 激动的热泪盈眶的话 就说明你是受到了一种不正确的教育 这是我们今后搞历史研究的话 都要注意的问题 这本书在大陆国内 因为讲的是事实证据 所以在大美国内现在是禁书 就是买不到的书 不进口的书 但是在海外很容易入手 在亚马逊你一查这本书的书名 它就可以出来 也有电子版 有时间希望大家能看一些这种史料 有关史料的研究书 学习历史 并不要去看神剧 看电影 或者听某一些人讲 自己就信 我们要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读史料 自己去了解历史 这样不能了解历史的真实 这一次我先总结一下 总结可以说小结一下平行官大捷 这两次主要战斗的内容 从这个战略方面各种方面看 一下这个战斗 来做一个小结 也就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平行官大捷 它是发生在1937年9月25日这一天 巴勒军的战斗 实际上平行官战役 从9月22日至9月30日进行了9天 所谓的平行官大捷 就是断章取义的其中的一天的战斗 如果要只讲平行官大捷的话 它只有两个战场 在一条通往前线平行官前线的道路上 这条道路呢 在这个进入平行官前线之前有一段 这个叫做窝道 窝道就是在这个两边有十米的悬崖 在这个十米的悬崖之底的一个窝道叫桥沟 其中有两个南北两个战场 南边的战场叫老爷庙 北边的战场叫小寨村第一第二战场 也就是有两个战场 实际上平行官两个战场 这个战斗规模有多大呢 我们过去在国内教科书所得知的这个信息 都是歼灭敌人3000人 要有说歼灭敌人4000人 最近降低了一些也是歼灭敌人1000人 实际上经过这次研究 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战场的日军 为两个汽车中队 一个混合行李队 加起来的人数一共是450名 也就是第一个战场350名 老爷庙战场 这是八路军描写的最激战的战场 350名日军 另一个战场才100人 这个100人当中的主要都是拉马车的 辞重兵特务兵 这些人有多少武器呢 可以说这个小寨村这个战场 一个行李队加上护卫小队 也加上司令部一行约100人 现在轻机枪可以知道至少有一艇 但是有没有两艇就很难说 因为一个步兵小队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步兵小队 所以它这个轻机枪呢 最大推测有两艇 最大推测有两艇 一个步兵的护卫小队 这个汽车队方面的这个轻机枪呢 也不过三艇到四艇 因为它不是一个战斗部队 一个自卫部队 所以这个整个两个战场 加起来日军呢 它顶多有五艇轻机枪 重机枪呢 一天也没有 平行官大街 你摆着重机枪 那都搬去的 实际上战场呢 没有出现重机枪 这些重机枪 迫击炮等都出现在平行官的前线 另外再讲战斗的时间 战斗的时间呢 这两个战斗的战场的战斗时间呢 都持续了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也就是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半小时 也就是说这个战场 并不是说打歼灭战的这种战场 它是一种持续的时间很长的 你想有六千八路军 对战四百五十人的日军 它打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话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斗 它不是那种举高临下 把地铃压在谷底 进行歼灭战肉搏战 不是这么一种战斗 而是在高顶部进行互相射击 逐渐压缩包围圈的这种 稳步的这种包围战 可以说是 尤其是小寨村战场的一百个人 对峙一千五百个八路军 它这个打了四个小时 主要都是大冷枪 一个一个 这个二十多人的这个战斗部队 一个一个被消灭掉 这么一种战斗的这个情景 可以说这整个战斗的战果呢 是第一战场的汽车大部分被损毁 但是日军的人员呢 一半以上撤退 也就是说这个战场没有把这个350名日军这个汽车部队 被殲灭 这个第二战场的小寨村的一百人当中呢 除了有六七名逃脱之外 九十余名在这个战场被殲灭 所以这个第二个战场打的是一场殲灭战 这两个战场加起来 现在从这各种各样的记录统计核对 也可以知道日军一共战死一百六十五名 如果加上负伤呢 我计算大约一共是约二百四十名 也就是这个四百五十人当中呢 有二百四十名日军的部队呢死伤 这就是平行关大姐的一个这个最终战果 从战斗方法来看呢 刚才也讲到了主要 并不是在沟底的包围的歼灭战肉魔战 而是在沟底的这攻防战 八六军的特征呢 进攻的特征是以十以倍 十倍以上的人数进行人海战术的包抄 逐渐缩紧包围圈 用优势的火力 八六军方面当然有重迫击炮 有重击枪 进行逼近射击 一个一个就是把日军给压到 这个包围圈越压越小 就这么一场战斗 另外再讲一下这个战斗的这个战果的对比 中国人实际上不懂战事的人最关心的 他不懂不愿意就战略 最关心的就是战果 到底你死多少人我死多少人 就讲这个 如果要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 也就是可以说这个日军对拔鲁军的死伤比呢 大约是三比一 也就是日军方面死伤的记录的是二百四十 而拔鲁军的一一五十 记录的死伤人数是六百至八百零 这个拔鲁军方面这个死伤现在不太精确 但日军的这个死伤数很精确的 这么来比呢 也就是三对一的战斗 那也拔鲁军的主力对日军的自重兵 最后呢大约是以三人对一人结束了这种战斗 你讲我们这个大捷 结果连打自重兵三个人才能对他一个 实际上这个战果呢 比国民党方面的这个战斗 这个死伤数要小得多 国民党这个正规战场 也就是这个正面战场和这个拔鲁军和这个和日军主力作战 这个死的非常的这个这个惨 非常的惨烈战斗 大约都是15人以上对一个人 这是国民党的这个战场 当然了国民党和拔鲁军的战场不能互相对比 因为一个是正面战场有排击炮有重击枪有大炮的这个日军正规军作战 另一个是日军的后勤自重部队 总的来讲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从人数一对几的这个人数来讲 这个拔鲁军打的的确比国民党的这个正面战场要出色一些 另外我们再讲一下从这个战史方面的这个从战略方面的评价 因为这个打仗并不光是这个打胜打败主要 应该是从战略方面分析 我们可以讲的战略方面有几个可以评价的地方 第一就是拔鲁军首战取胜 这个整个的这个战场可以说是拔鲁军第一次和日军进行正面接触 这个第一场打仗他没打败取了胜 这个取了胜以后呢至少首战取胜的这一个结果呢 鼓舞了国内人抗战的民心 也这个促使了25日这一天我也讲过是国军进行反攻的 实际上国军反攻这一日最先取得战果呢 就是早晨的这个小赖村的这个战斗 所以他带动了25日这一天的国军的全面反攻 这是一个可以评价的地方 第二个呢就是拔鲁军首次留下了一战绩兼敌 兼敌165名的战绩 这个战绩在过去的国民党军队这个作战中也是很罕见的战绩 就是第一次战斗又是一战就取得了兼敌165名的这个战绩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可以评价的地方 另外就是在经过这一天战斗在小寨村 他截住了截坠了就是封锁了就截断了日军的运输线 截断日军的运输线 这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评价的地方 另外呢他有很多过失战略方面的过失 而且这个过失可以说很大 并不是很小是很大 我们可以看这个过失 第一就是他仅打了一天 他就放弃了战场 擅自撤退 因为毛泽东只是不能和日军正规部队作战 结果第二天呢从来支援的呢是正规部队 于是他就放弃了战斗撤出了战场 撤出了战场只是撤退还好说 他敞开了一条最重要的运输线 也就是说日军如果要是长驱之路 前线的这个国民党这个战斗呢 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 所以国民党的部队呢 指得在进出的小债村为拔洛军堵楼 这是一个战位方面的过失 第二个过失呢是拔洛军本身在后方的一个理由呢 最初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命令他堵截日军的支援的这个运输线 25日在小债村堵截成功了 但是这条路线很长啊 他不光是小债村一处 实际上是从玉县经过陵丘至平行关的一条道路 我今后也要讲这个就是杨成武的独立团的战斗 叫妖战阻击 这个妖战阻击的这个目的呢 实际上给杨成武的目的就是到三山在陵丘至广陵的这个道路之间 这个截住日军的增援部队是这么一个任务 结果呢这场战斗失败 也就是杨成武根本就没有到位 打了一场交战阻击 自成大截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前进到三山进行阻击 所以这个支援平行关的日军部队呢 源源就增援到前线 这是一个过失 结果呢 有了这两个过失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呢 从战略上来讲呢 就是虽然打了一场主击战 最后呢由于撤退或堵截日军的增援部队失败呢 结果是引狼入室 使日军的正规部队前进到平行关前线 最终使平行关战役遭到了失败 而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又唯命不去救国军的前线战斗 而是隔岸关火 在后方十几公里的染装开庆功会 这就是平行关战役当中的 八路军一五师的一些功绩和一些战略方面的过失 这就是从战略上评价的话 就是这个结果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学术的眼光 应该从学术面看一看这平行关大截的一些缺陷 从学术上面来讲 可以说它没有什么功绩 而主要是缺陷 第一个就是方法的错误 实际上关于平行关 如果看了我的书就知道 有关平行关战役的这个 也包括大截了 其中的史料日军方面是很丰富的 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国军方面的史料 因为国军有打案史料 记录了很多当时的电报 也报告了9月25日以前和八路军作对的仅仅是一个营 如果读这些史料 信这些史料的话 你就不会相信八路军殲灭四千之敌的这么一种谎话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史料 我并没有被利用 主要是利用一些回忆录口述调查 也说它是个方法的错误 构成了所谓平行关大劫的战史 也就是整个平行关的记录至今 几乎没有任何档案文件的佐任 所以整个的战斗记录是一塌糊涂 怎么叫一塌糊涂呢 就八路军甚至不知道日军是什么部队 也不知道这个部队是从两个方向进入了两个战场 他都没记录这些东西 不但不去读史料 用史料解释这场战斗 反而阻止史料的研究 比如说我这本书写完之后 大陆就拒绝这本书在国内的出版 也拒绝进口这本书 这样来说你这个大捷 你给后代人传递的是什么东西呢 刚才讲的就是一种感情 一种爱国主义 一种英雄主义的感情它不是事实 这就是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这场战斗 经过渲染 经过教育进入教育之后 在政治面 反而留下了很多余毒 请你导播把第一图打开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网页 介绍平行文大集的网页 导播把第一图打开 这个介绍平行文大集的这个 可以说这个平行文大集 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个教材 第一个教材就是平行文大集 但是你不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的话 能得到什么结果呢 对吧 它传递的只是一种红色的情报 请导播再把第二图打开 这就是小债村战场的背景小债村战场 你说去平行文大集的人去干什么去了呢 结果就是这个 叫做红色基因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后 打红旗穿红装唱红歌 继承红色基因 学百年党史 这就是一个结果 用这样的教育呢 只是制造一种肖酸红的舆论 获得它能成为一些好战 尚无意识的这种社会温床 他不是说这个战斗结束了以后 用这种假的事实来进行教育的话 就成了今日的好战 霸权尚无意识的一种社会温床 比如说看这个《长津湖》 看这个电影的话 很多人感动的热泪盈眶 和这个是一个道理 好 这个总结我们就展示到这里 下一个我们就讲一讲这个 刚才讲到了它的过失 其中的过失的一战叫腰战阻击 想想这次战斗到底是什么样的战斗 这个腰战阻击呢 这个也是平行关发生在9月25日 虽然地点不在一起 因为它是这个阻击战嘛 它是远离这个平行关 它是主要的目的呢 是堵截日军的运输线 所以它发生在这个腰战这里 这个腰战现在是到底是属于哪里呢 正好在这个来源县和陵丘县的之间的一个山里 关于这次战斗呢 实际上因为这个战斗 它没有任何的历史情报 几乎是全都是靠口述记忆 也堆成的 另外呢 因为这个战斗规模比较小 所以呢 这个至今并不太有人知道 但是在宣传 尤其是在这个文化革命以后 在宣传平行关大劫之中呢 这个腰战的战斗也被提起来了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腰战在哪里 请这个导播把第三图打开 这个第三图呢 就是一个腰战就在这个图的 右方的这个中间 这个腰战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左边是灵丘县 我们可以看到灵丘是一个平地 是一个比较 虽然是高原的是一个平地 这个上面这个斜的这条黄线呢 就是玉带公路 主要从玉线 也就是经过广陵 丁丘向平行关口补充 部队的这么一条运输线 这个腰战呢 在这个右方的山区的中央 也就是腰战是个山沟 是个山沟 是个山里的小村 你说在这里打仗 它能和这个阻击日军的援军 有什么关系 它没有关系 这下面这条线呢 是橙色的线呢 是它的任务 也就是经过腰战以后 到达三山这一个部位 叫三山 三山这个两边有山 把这个道路加起来 准备在这里 截击日军的部队 这是一五师 也是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命令 也是一五师给杨成武独立团的命令 但是呢 他没有到位 在腰战 在山沟里打了一仗 那就是所谓的腰战阻击 这个导播再把这个第四图打开 这个第四图呢 就是现在的腰战 2018年我去这个调查的时候 这个腰战村 现在的村里是这么一样 看着还是过去这个小山沟 现在看起来呢 虽然赶不上其他的中国的农村漂亮 但是从历史上来讲 这已经是小山沟翻大山了 这是共产党的村党支部委员会的建筑 也就是村的最高委员会的建筑 这是腰战村 从规模也可以讲 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山沟里的村落 这么一个地方 位置在来源西方25公里 灵秋东方30公里的山间 他附近有一个义马岭 义马岭就是一个分水岭 也就是一个最高的地方 这个义马岭正好是 也就是这个 应该是灵秋县和来源县的分界处 就在这个义马岭的爱口 发生了腰战阻击战斗 1937年9月25日 此日呢 就是和平行关大捷是同一天 也就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这个战斗 在这里担当足迹呢 的部队呢 是义武师的其中的一部 叫杨成武的独立团 义武师呢 一共有三个团 685 686 687团 还有一个独立团 也就是一共有四个团 这个独立团呢 就是四分之一的部队被派到 这个 这个 迂回到敌后方 准备结 运输线 结果在三山 这个地方叫三山 结果没有到达三山时 在腰战发生了这个战斗 关于这场腰战 阻击战 我们先可以看看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役战列选兵 他的一个正规的 军史的正式记录 称死亦 必伤敌400余人 另外还有一本这个 这个巴陆军的 这个战事当中的重要的 叫做巴陆军重要战斗一栏表 其中称邀战战斗呢 必伤日军300余人 也就是300余人和400余人 这是至今的 这个巴陆军 军内对这次战斗的一次评价 实际上日军有很精确的统计 这样的战斗 日军是死亡2人 伤了7人 一共是死伤9人 但是在记录当中 这种战斗就被记录为300到400余人 从这个差别给30到40倍以上的差 实际上在当初的抗日战争初期 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大截 都有30倍左右的差 这个平行官为什么变少了呢 因为他经过了修正 要不经过修正的话 这么一个宣传到世界上的大截 如果要是漏了马脚呢 他很难来堵动 所以平行官大截在文化革命以后 进行了修正 把灵丘的这个纪念碑上 刻的3000人呢 变为1000人 所以他这个平行官大截相对来讲 是最接近事实的 其余的像这个邀战组计 其余的一些战斗呢 都是一般都是15倍到30倍的差 那就是实际战国和日军这个实际统计的这个数字的差距 所以呢 这个因为这个邀战阻击发生了9月25日 又是平行官大截的关联战斗 在文化革命以后呢 就出现一种语论 说我们讲平行官大截的话 不能光讲1000人 为了补数字 我们要把邀战阻击 另外他还讲过一个倒马关的截击战 那个更荒唐 因为那个战斗几乎就没有发生 把这个两次战斗呢 还有一个叫三山阻击 他没有去到 但派出了一个营去三山阻击 就把这个三个战斗呢 都加在平行官大截里 把这个数字都冲 加到这个平行官大截当中的主张 这个主张呢 在这种主张之下呢 平行官大截的这个 这个尖敌人数 就可以从1000名 扩大到1000 所谓的1500名 这是在这个文化革命以后的 也就是最近的一种战事上的理论 关于这个理论的主张者呢 主要是林秋地方的一些地方的研究者 刚开始 因为这个战斗的知名度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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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个林秋这个附近的这个地形呢 我把第五图和第六图打开 这个第五图呢 这个摄影的位置并不是战斗地点 摄影的位置是一个纪念碑下面 它这个下面看着有棵树的一个地方 这下面能看见一个树的这个远处 这是一马领爱口 也就是在这里发生了战斗 这是一条路呢 是一个阳长小道啊 就是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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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车都不能通过的一个阳长小路 在这里发生了所谓的这个腰战 嗯 伏击战 下面这个图呢就是一马领的 这个是灵秋方面建立的一个纪念碑 这灵秋方面一共有两个纪念碑 一个叫灵秋碑 一个呢是来源碑 来源碑是一个 图里有没有这个来源碑 好像这个图里还没有录入 这一个灵秋碑一个来源得记录了这次战斗的一个结果 这个主要这个主张这个邀战呢 主机是平行关大局的一个学者呢 叫高凤山 他是灵秋地方的编当史的一个学者 也有一定的这个学术水平的 他就是主张把这个这个邀战 三山和这个刀马关 这几次小战斗呢 都算入八路军平行战关大街之战果 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灵秋县 也是党委办公室的主任叫赵宏波 在2015年是也受到采访的时候也讲一马岭战斗 一马岭阻击战是地方人对这个邀战阻击的说法 一马岭阻击战是平行关大街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大街的战果算上一马岭战斗的话 平行关大街应该坚敌1300多名 反正关于这个说法呢 是在最近也就是在2000年前后才成立的 至今呢已经是很多人已经开始 把平行关大街的这个建立战果呢 提高到1500年 它的根据呢就是邀战阻击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刀马关的战斗 把这个又加进去以后 但是呢这两个战斗到底有什么记录 比如说刀马关到底发生了哪一天都没有 因为他没有这个答案记录 只是记录 所以发生在哪一天都不明白 另外呢这个传说当中呢是邀战阻击的是杨成武 一个团实际上它只动用了一个营 击败了日军两个联队 这历史就这么记载的 因为它没有证据 它是靠口说 一个营击败日本的日军的两个联队 那当然让人不懂战事人一听 它也是胡说八道 所以这个战史研究家呢 一看这些这个材料 觉得这个东西没法研究 这个回忆录语 实际上这个科学的战事方面的差别太大 看来让人莫衷一世 不可能进行研究 太离奇了 这就是当时的这么一种 这个对这个邀战的这么一种 学习方面的态度 但是这个邀战到底是怎样成为一个大街 要是怎么记录下来呢 我们下面看看它一个主要的记录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邀战的这个阻击战的主要是看 主要是靠杨成武本人的口述所构成的 杨成武这个人 就是离世纪实差的太远的东西 实际上还有更不照遍的东西 我们先看看其中几个这个 它主要的来根一个是聂荣真回忆录 这个导播把这个第几图呢 第七图打开 这是聂荣真 当时的聂荣真 聂荣真是什么伊武师的政委 也就是杨成武的顶头上司政委 这个人呢可以说他是比较严谨的 聂荣真有回忆录 也有聂荣真的传记 尤其聂荣的传记呢 是中国的有名的作家 魏巍啊这些组成的一个团队 所以调查了经十年写出的聂荣真的这个传记 所以这个聂荣真传记的内容呢 就比起一般的回忆录说 他这个质量价值要高得多 这个人的特点是不吹大牛 一般是不怎么吹牛的聂荣真 关于这腰战阻禁呢 他就记住了一句话 也就是24日 独立团在灵丘与来源之间的腰战 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 避离三百余名 有力的完成了打原任务配合的正面作战 就这么一句 也别的没有 也关于这个数字呢 估计也是这个战斗之后呢 巴勒军都在宣传的时候统一了数字 每个战斗歼灭多少人都有 这个宣传口都有统一的 否则的话上下说的不一样的话 容易鹿马脚 这是聂荣真的信息 第二个是李水清的回忆录 李水清 当时是第三营的教导员 请把这个第八图打开 这个人是开国少将 当时呢 腰战阻击的时候 是第三营的教导员 这人活的很大 活到了2007年 杨成武呢 是2004年去世的 他比杨成武多活了三年 在杨成武死后的一年 以及也就是2005年 李水清呢 是建国时候啊 是1990的师长 1990呢 是开国大典的阅兵部队 知道吗 后来当过67军军长 2005 实际上在这个山东 在济南军区 就在这个 李水清是军长的时候 我是在这个 1990的 当过这个侦察兵 所以我当时对这个李水清 还是比较尊敬的 但是看了他这个回忆录以后 这个所有的那个印象完全就转变了 这是什么回忆录呢 是在2005年9月6日 也就是李水清89岁的时候 这个关于腰战主机战呢 这个当时就被记者就采访 这个记者的采访 这个采访记录登在山西日报 就是把这个老人呢 89岁的老人 在从敬老院里抬出来以后 就问 让他逼着他来讲这个 这个几十年以前 六七十年以前的腰战主机 你说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这老人这个都糊涂了 他能讲出什么东西来呢 结果他就是 一边是诱导 一边是叙述 结果这个李水清的回忆录就箭报了 一看这个灰子的内容呢 就觉得非常的可笑 一个是老人的记忆混乱 随便的跟随意的天之家业 什么敌机飞到这个腰战的山里来轰炸 更有一些呢就是发挥 实际上看了以后很明白 他是完全是经过诱导以后 经过这个当时的记者的诱导以后 按照杨成武的回忆录 来进行自己的再回忆 这个回忆的非常的滑稽 他进入了很多发挥 就是把实际上是杨成武的回忆录当中写的 担任第一营的担任主攻的第一营的 这个第一营呢 说为在腰战主机站当中是预备队 而自己所在的第三营变成了正面主攻部队 也就是把这个杨成武记录和自己的所在部队 第一营第三营换了一下 其中的一些情节完全是杨成武的记录中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杨成武记录出一个叫乌尼大汉 指的是一连连掌张德仁一连打仗 另外二连一排还有一个叫马牌掌 这些所有的这些故事情节在中国的神剧当中都出现 这个马牌掌攀登悬崖 这些故事情节目悬崖了一下 然后完全使用杨成武的回忆录 完全使用都是杨成武的回忆录 只不过在创新当中呢 把一营一连的这个张德仁改写为自己的部下 三营七连掌 把一营二连的马牌掌 变成为自己的营下的第八连的一排掌 把这个人给换了一下 然后用完全使用杨成武的回忆录 制造了2015年89岁的老人 就讲述了腰战阻击 我可以说他这个腰战阻击的这些所谓的历史根据 都是这么一堆垃圾 都是这么一堆垃圾 所以说这个李水清的记录当中 只有一个是事实 就是在战斗当中 他的肚皮上挨了一颗阻弹 他这个是终身忘不了的 其余的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记录 正好杨成武死在他做回忆录的前一年之前 如果要是杨成武没死的话 这两个人的上下级关系肯定会闹僵 闹坏 所以这种东西你说他怎么能成为战史的史料呢 只能惹出是谁没有任何的史料价值 第二只是杨成武的回忆录 杨成武的回忆录当中呢 有一部分是史料根据的东西 也就是杨成武他有一些这个像这个笔记记录 实际上关于这个腰战八路军有过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打平行官的时候可以说是对日第一战 这时候都是一塌糊涂的 八路军怎么打仗怎么记录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答案记录 这整个的平行官当中 只有六八五团的杨德智写过一个战斗想报 这个战斗想报记得完全都不是战斗想报内容 而是一些总结经验 就是谁打仗打的英勇 哪个连队冲的最前面 记得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到了这个腰战之后 他开始学着国军 学着日军开始写战斗记录 这个当中就留下一个战斗记录 这个战斗记录是什么时候写的 现在不知道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根据 有一定的根据也有很多的吹牛 也就是它是靠这么构成的一个杨成武的回忆录 这个杨成武的回忆录当中 就是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1997年出版的叫杨成武军事文选 其中也有腰战战斗的一个文章 要比较起来呢 这个军事文选呢 它是比这个回忆录这个要谨慎一些 至少没有它这个教育后代进行吹牛的这部分 这最可笑的就是他吹牛说这个腰战阻止 实际上日军撤退 没有打草战场 但是杨成武就说这个战斗结果是八路军 听到了这个平行关大街消息以后 这个八路军战士开始振作起来 开始反攻拿下了一马领 实际上胡说八道 然后又进击来源 到了来源以后 占领来源城之后又追击了五十里 这简直就是 吹的天花烂坠 但这一部分 它这个也就是为了教育青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编造的这部分 在它的文选当中 军事文选当中没有 只有在这个回忆录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回忆录 它不是一个史料 比如说在讲故事 在说评书 但是军事文选当中没有这一段烂七八糟的东西 其中呢就是出现了就是李灵拐子 刚才讲的张德仁 这个乌尼大汉 还有马台长 这都是这个杨成武的这个编造 不是编造的 当时记录的一些情节 一些战斗情节 刚才讲的就是李水清的记录 把这些东西搬过去 但是呢 关于这个腰战阻击呢 这个军事文选就讲了 也讲得很清楚 它是不是一个大敌 它叫一场浴血恶战 虽然是胜仗也是恶仗 一连和三连简缘过半 它有这种一些表现 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杨成武记录中 有些真实的东西 也有些假的东西 尤其是杨成武的回忆录的东西 假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军事文显的文章 一般人也不看 都愿意看小说 就读杨成武回忆录 所以中毒不前 下面再看一个是 中角潘的腰战战斗经过 中角潘把这个第十处打开 第十处打开 这个人叫中角潘 中角潘是115师独立团的宣传科长 是个知识分子 当宣传科长 实际上他做了一个记录 这个人1939年就去世了 所以说他这个记录肯定是当时做的 就是战斗直弯以后做的 也是一种总结经验式的记录 但是呢其中记录了很多战斗的重要情报 这中角潘的记录可以说也是这个 这个杨成武的军事文选和至今所有的腰战阻击战的这个 也就是这个史料记录的一个源泉 就是这个中角潘的这个战斗 这个一看我就看到了 就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但是这篇文章研究者都不引用 也就是说他喜欢看的都是这样的回忆录 对这种比较重要的这个文章他并不看 像这个文章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就是一个是9月22日以后奉命去阻截来源陵丘公路 奉命出发从上北全一个地点 巴陆军的位置从上北全出发 向这个陵丘北方的三山迂回 他记录到这一点了 第二个就是9月24日的时日 前进到白洋铺的时候呢 和日军的一个尖兵队 这个巴陆军的一个尖兵队和日军的一个侦察队遭遇 这个写这个日军的侦察队一共有20余人 实际上这个记录也不太错 日军在24日这个不是日军的正规部队 是电信部队一共15个人一个班 修理电线的这个部队遭遇 以后经过了一场战斗 日军在这个当中就伤了一匹马 封脚派的记录是避敌7人 这是一个事实在24号发生的 最后呢25号就是开始了这个腰战阻击 这个战斗呢实际上不是阻击而是初击 所以杨成武随意吹敌军有两个连队 你一个团你怎么敢对两个连队进行初击呢 实际上杨成武知道事实 就是这个一马岭只有日军的一个中队 也就是一百多人 所以这个杨成武呢 这个杨成武是年23岁 出生牛独无怕虎啊 所以我就打开一下 带领巴巴军部的一个营两个营嘛 出击一马岭 所以打这个惨万 这些东西呢就是中角班的记录上都有 这是杨成武部队的出击 战斗结果记录呢 是把敌人打得不能抬头 我方也伤亡了103名 这数字很准确 只有个数 最后还讲了负伤70余名伤员 也就是关于这个妖战阻击的巴巴军的损失呢 在这个中角班的记录中没有记录 也就是死亡30余人 负伤70余人 这是中角班记录的一个战斗结果 这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几个史料 如果比较这个起来这个史料 我们可以整理一下 就可以看到啊 就是其中的价值最高的 实际上是中角班的这个记录 一个是当时写的 另外呢 像这个出击的时间 出击的目的和战斗的结果 都有记录 另外再加上这个这个 这个 杨成武的 一些回忆录的一些 这个这个故事情节以后呢 就构成了最近的这个 关于妖战阻击的研究的这些 这个 数据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研究 妖战阻击呢 一个是要整理这个国内的史料 到底什么是粮 什么是有 要把这个区分开来 所以我们这个经过的史料区分 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关于妖战阻击的重要情报 有几点 第一个是妖战的这个战斗 发生的9月25日 是平行官大局的布局之一 它的目的是切断 敌对平行官的支援运输线 这是战斗的目的 另外这支部队呢 从9月23日出发 24日在妖战附近发现敌行后 在妖战就进行了这场战斗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呢 它并没有去这个灵丘的公路去截 断运输线 而是在妖战进行的战斗 在这场战斗呢 并不是阻击 而是杨成武的部队 对日军的一个中队 一百多人进行的初击 但战斗结果呢 是惨败 先不说战果 就是从战损这方面 因为它有记录 可以知道巴陆军方面 一共是刺伤一百零三人 其中有三十名是阵亡 七十余名受伤 也就是实际上在战斗当中呢 它就包括自己的武器 有很多重武器 都丢在战场以后撤退 这就是妖战阻击的一个 中国方面这个史料当中 可以分析出来的一些秩序 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妖战阻击 必须去读日军参加部队的史料 下一回我们再介绍这些史料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明镜电视频道 请您看一下明镜电视频道